今天是清明节 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宁波姑娘 孙嘉义 2017年 她发起《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活动》 7年间 她和她的志愿者团队 跨越7个国家 25个省份 走过724座中国烈士墓地 收集整理了3万多条烈士信息 成功地帮助了1452位烈士找到亲人 我们一起去了解她的故事 上午9点 孙嘉义和团队的志愿者们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从今年年初开始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发布一篇 烈士寻亲的推文 而每年的清明节 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每一天都会接待不同的烈士家属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画像的 修衣物的 去安葬地祭拜的 然后还有就咨询各种各样政策的 战争年代 很多烈士并没有给家人 留下一张完整的照片 为烈士画像是很多猎属的需求 去年3月 志愿者团队帮助旭倩一家 找到了安葬在黑龙江省 激西市 黎树区革命烈士陵园的烈士 旭卫民 想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 对我爸爸来讲 他现在还在世 能找到自己的哥哥 那是他 也了了一个心愿吧 家人回来了 旭倩的爸爸旭斯坦 今年77岁 三哥旭卫民参军的时候 他只有4岁 旭爸爸希望能够结合家里几个兄弟的照片 给哥哥旭卫民画一幅画像 得知这个心愿后 孙嘉义带着旭倩从宁波前往杭州的浙江工商大学求助 这是浙江工商大学的学生 第一次为志愿军烈士画像 为了确保接近原貌 徐倩把图片发给了村里90多岁的伯伯徐斯理 他是现在唯一一位 还记得旭卫民长什么样子的人 我当时得知这位烈士 年仅21岁的时候 我当时也很震惊 感觉像一个跨时代的交流 我觉得我在这个20多岁年纪 也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后面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除了画像之外 我们还会用AI的技术去修复 用AI技术把简单的素描修复成彩色的照片 再到眼睛会动的人脸 是为烈士画像的最后一步 看到很激动 真的很激动 挺感谢 我也挺感谢大家 给我们的帮助真的是很大 大家还是不要放弃 说不定那天就找到了 不要放弃 这是虚倩想和还未找到亲人的烈鼠们说的话 除了为烈士画像 孙嘉义还找到了宁波财经学院的师生 为烈士义务修复遗物 一大早 记者跟随孙嘉义来到了宁波财经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师生们 日常主要以修复文物 古籍 陶瓷器和一些字画为主 2019年至今 他们已经为烈士修复了147件遗物 修复破损的证书算是比较简单的修复工作 过程中会先用毛笔在蓝色的字迹上 涂一层化学加固剂 刷上温水让纸张均匀潮湿 用毛巾吸走多余的水分 再将溜口纸贴在拼接处 你这一步是在做修复的什么工作呢 现在要把它的水给吸干 然后翻到正面来 然后给它压平 这也是修复的最后一步 一件件修复好的遗物 等待着回到烈士家人的手中 当天下午 师生们要把复刻好的一份证书 送到烈士毛阿根弟弟的家中 送来的这张历史证 是按照之前遗留下来的一张照片 和一份复印件进行复刻的 烈士毛阿根的弟弟和弟媳 想留下更多属于哥哥的回忆 核心的部分在这块 这块主要是上面的一些信息 它是什么习惯 包括什么时候 什么当时哪个不对的 上面的所有的信息 都基本上是进行考证的 我婆婆到死了也没有 也有小日子 毛阿根烈士出生于1931年 1952年在抗美援朝战役中牺牲 2021年 家人才得知 哥哥安葬在朝鲜平壤 顺安志恩军陵园 至今 家人还没有找到机会 去墓地祭拜 记者在拍摄过程中发现 孙嘉义在讲述 每一位烈士的故事时 都是如数家珍 在他办公室的一本相册里 还收藏着许多珍贵的照片 这个是当年我们在福建 寻找到烈士的亲属之后 开始我们要去朝鲜了 因为他们家里人年纪很大了 就没有办法去 他们就寄来了一瓶土 告诉我们说 这个可能是烈士父母 这个坟前的土 能不能帮忙把这个土 就撒在烈士的墓前 就意味着 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团聚了 在发起这个公益项目的七年里 孙嘉义希望能把他所了解到的 这些英烈故事 分享给更多的青少年 每一次去学校的宣讲 都会对学生进行一次精神的洗礼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寻找到一位亲人之后 我就会觉得 可能比我一门课考了满方还比开心 我感觉 即使之后毕业了 参加工作了 我也会继续去做这件事情 为烈士寻找亲人